上海是我国著名的文化中心 近百年来人才晦翠 著名书家康有为、吴昌硕、沈尹墨、邓散目、白焦 都曾定居上海为开创海派艺术奠定了基础 当代大书家们年事已高 记忆日真完美 为了保存他们的艺术风范 我们设置了书坛奇素 上海七十岁以上著名书家书法艺术录像资料